大家注意看,以后土豆买回家,不要总是炒着吃辣 像我这样换一种做法,酸辣脆爽特别好吃,记得收藏保存哦 首先把土豆切上一刀,然后放倒 这样可以防滑,土豆片尽量切得匀一些 再切成粗粗的细丝,一定要放在清水里洗掉表面的电缝 防止氧化变黑 准备香菜切成小段,辣椒切成细丝 再准备一根胡萝卜,同样切成细丝 不知不觉我已经分享了2000多道家常菜教程 最近一直都没能得到您的小红星,真的是太惨了 今天就给我点一个吧,谢谢大家了 锅中水烧开了,把土豆撕下锅,加上少许的白醋 才是口感脆爽的关键 焯水一分钟,捞出去 一定要用凉水投凉,混干水分,放上辣椒丝和香菜段 烘碗里加上蒜末,干辣椒,黑黑的白芝麻 用热油浇香,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海添的酸辣酿汁 大品牌味道好,做什么大凉菜都非常好吃 尤其是喜欢锻炼吃水煮菜,多吃一点负担都没有 拍上两瓶,一个夏天都够用了 上下的抓拌均匀了,即可开吃 酸辣爽脆特别好吃 喜欢你就点个赞,收藏做起来吧